又是透露什么样的心酸故事呢 我们的独家定头要带你来看到 在台中市有一名怀孕八个月的孕妇 因为老母亲生病 丈夫又不在 只好顶着大肚子 走在大马路上面卖玉兰花 一个晚上赚上几百块钱 但是夜晚的视线不佳 孕妇走得又很缓慢 这车子来来往往的 让人看了为她捏拔冷汗 孕妇身怀六甲走在大马路上 手里还提着好几串的玉兰花 在车身中戴口罩怕废弃 污染肚里的孩子 步履蛮山连叫卖玉兰花的力气都没有 但车来车往孕妇走得缓慢 就怕一不小心就会被车撞到 没办法要赚钱 我妈妈身体不好 我跟我哥两个人要出来卖 怀孕七个多月 还得像这样子 走在了十字路口卖玉兰花 从高处看 好不容易等到有人摇下车窗 买了串玉兰花 但一律灯车子拼命往前冲 这名卖花的孕妇又得玩命 走过危险的路口 我第一胎 八个多月了 没有快八个月了 一串玉兰花才赚三十块 这名孕妇和骑机车的哥哥 一起出门做生意 但为什么哥哥不卖花 反倒是身为孕妇的妹妹 穿梭车阵呢 实在非常危险 也是要赚钱啊 没有钱呢 也没办法生小孩啊 对啊 所以就加钱卖啊 所以就晚上比较凉 就出来卖一线 追眠孕妇天天像这样子 在红绿灯下卖玉兰花 但马路如虎口 就怕一碗树线不佳 真的会有什么意外发生 周天新闻 韩志兴廉家庆朱显明 台中报道